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指责的方向主要集中在两点 第一 是不是涉及违反人权和违宪 第二 中国这样做 未必能够取得效果 因为西方不少防疫学家认为 封城根本无助于病毒传播 而接下来有意思的事情就来了 首先 美国 澳大利亚等国 第一时间就禁止了中国公民入境 他们倒也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为了本国公民的安全考虑 不得已而为之 在这些当初叫得最凶的主流媒体上 对此决定完全看不到反对意见 都是一片叫好 接下来 随着国外疫情的蔓延 韩国 意大利 伊朗 甚至是欧洲很多国家都面临感染人数的剧增 这个时候 不少西方国家 第一时间就禁止了伊朗公民入境 而没有禁止韩国和意大利的公民入境 在几天之后 韩国疫情感染人数猛增至5000人以上 这时候澳大利亚等国才开始宣布韩国的入境禁令 而意大利仍然只是作为重点关注对象 一直到军妹录制制期节目的时候 美国和澳大利亚仍然没有像对待中国和伊朗那样 完全禁止入境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让人感到担忧的是 意大利的形势正在日益加剧 而且在往越来越严重的方向发展 意大利政府8号宣布 意大利将从当天起至4月3号至 对北部伦巴黎大区和另外14个省采取封闭措施 原则上民众禁止出入这些区域 意大利也正在学习中国壮士断网的措施 意大利的这项措施涉及1600万人 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一 封闭地区的经济总量占到全国的40% 而湖北地区占据中国的经济总量连10%都不到 人口占比也少很多 可以说意大利的这个举动要比我们更狠更严厉 最后新加坡政府宣布 将会禁止意大利北部地区的公民入境新加坡 有意思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因为多家外媒在报道这个新闻时 都提到了中国当初对武汉实施的严格管控措施 并且强调了 意大利的政策跟武汉的政策还是有些区别的 比如在封闭区域 人们可以出门 但是在外面要保持一米距离 酒吧 餐馆继续营业 顾客也要保持距离 而且他们都认为 意大利总理孔特在计程会上说的都是对的 这些措施虽然非常严格 但对控制疫情而言是必要的 因为意大利形势严峻 目前没有看到西方媒体和专家批判意大利封城的举动 但是当初中国顶着极大压力对武汉封城时 美国一些专家却阴阳快气予以谴责 大家如果印象模糊了 军委可以帮大家整理一下相关资料 美媒《纽约时报》1月23号报道 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史教授霍德华·马克尔博士说 他从未听说过像中国这样隔离这么多人作为疾病预防措施 他声称检疫隔离不是对一种医疗手段的科学应用 还有就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公共卫生法律和政策中心主任 小詹姆斯·金·霍奇则公开表示 封闭城市是过度的反应 总部是在美国的人权观察组织执行主任肯尼斯·罗斯二月初 也曾谴责中国的做法过度激烈 他还断言这种隔离方式通常不会奏效 现在呢霍华德博士和小詹姆斯先生为什么不出来说话了 这个时候就需要他俩出来再次表达一下他们独到的见解才对呀 病毒没有国界 是全人类的敌人 在这次席卷全球的疫情风暴中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孤岛 不可能独善其身 各国应该通力合作 共同应对疫情 但疫情这面镜子却照出了一些人士妄图将疫情政治化的嘴脸 各别国家 各别人士 在疫情爆发之初性赃的祸 将它作为攻击中国的一个大好机会 一时间 有人发表种族主义言论污名化中国 有政客将本国疫情甩锅中国 有外媒借机将中国的体制作为攻击的靶子 还有别有用心者鼓吹与中国脱钩 凡此种种不胜枚句 更为荒唐的是 甚至有人容不得赞扬中国 比如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独自称赞中国防疫局挫得力 而欧洲新闻电视台记者曾在记者会上质问他 中国政府是否要求世卫组织给予赞扬 谭德塞扩持道 中国无需要求赞扬 过去没有 现在也没有 中国赢得赞誉 实至名归 应该清醒地看到 种族主义言论沉扎泛气 因体制不同对中国抱有偏见等乱象 无助于全球合作抗击疫情 因为病毒不会分辨种族 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 它对人类的攻击是无差别的 关于中国的战役模式 军美认为 钟南山院长的话说出了中国人的心声 国外的报道对我们非常负面 但是中国人从来不怕别人骂 也不怕别人侮辱 我们有自己的信心 给大家看看 到底中国这样的体制 这样的政治号召力 这样的组织能力 是不是能够在关键时刻起到应有的作用 不管意大利是否借鉴了中国的经验 必须承认 中国的疫情已经得到基本控制的现状 这和最初对湖北 特别是对武汉实质的严格管控举措 密不可分 钟南山院士在前段时间 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 虽然新冠病毒的疫情 首先在中国发现 但起源不一定就是中国 没有任何证据 能够证明中国就是发源地 话又说回来了 就算中国就是发源地 就又被一些西方国家 这样粗鲁的对待吗 他们除了指责可知道现在已经是地球村的时代 无论起源在哪里 病毒可以在24小时之内 传播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帮人等于帮自己 难道不是这样吗 中国国内的严格检疫 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目前除了武汉 全国已经连续多日 几乎没有新增病例 中国的严厉措施 也为美国赢得了准备时间 但美国有没有利用这段时间来做准备 就连美国知名智库高级副总裁斯蒂芬·莫里森 都表示 简而言之 没有 昨天 美国确诊病例已经超过500例 而美国现在由于检测设计的不足 还有多少人已经感染 但是不能得到及时的确诊和治疗 在美国有多少人接受了测试 在基本的防护装备等方面 已经做了多少工作 以确保医院和诊所使用 答案还是没有 特朗普最近的几个预言都显然失败了 美国虽然很强大 但是病毒更强大 他们不但没能帮助盟友韩国和意大利 还让自己陷入困境 3月7号随形消息显示 纽约州宣布紧急状态 美国铁路局暂停了华盛顿至纽约市的直达通勤铁路 国会工作人员出现疑似病例 参加大型政治集会的人员出现确诊病例 军队人员也出现了确诊病例 美国首都都开始紧张起来 有美国媒体总结了特朗普政府最近的一些错误 从一开始 美国政府觉得新冠肺炎疫情是外国发生的事 只要把疫情堵在境外 就可以高枕无忧 所以华盛顿起初采取的策略是遏制围堵 而不是利用宝贵的时间积极做好准备 美国政府也没有充分重视疫情可能带来的社会危机 比如物价的飞速上涨 会导致一部分人生活困难 据一则彭博新闻发布的消息说 一家政府机构检测储备口罩等物资时 发现大批储备物资尽管还能使用 口罩上的皮筋还有弹性 但都已经过期了 随着确诊病例数不断增加 美国民众纷纷加入了囤货队伍 最先脱销的是口罩 随后是含酒精的免冲击洗手液 亚马逊上的洗手液价格上冲了每平400美元 一般情况下 美国很多普通家庭是拿不出400美元现金的 面对高达25美元一支的N95口罩 普通美国民众根本没有掏钱的勇气 这个时候美国政府就出面说 大家不需要戴口罩 对此军备只想呵呵 还有就是美国各政府部门都出现了混乱 就连总统和副总统对外公布的信息和数据都存在差异 美国民众一度不知道该相信谁了 特朗普后来不得不要求 必须有他的允许才可以公布相关信息 美国民众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新冠病毒的检测费用 有些州在民众检测之后 寄去了一张3000美元的账单 这简直就是天价 美国记者在副总统的记者会上大喊 请你告诉我 没有买医保的人该怎么承担检测费用 他们能不能得到检测 副总统彭斯并没有理睬记者 直接扬长而去了 而特朗普一上台就取消了奥巴马时期的医保政策 现在那些没有医保的人怎么办 说到这里 军民不得不提一句 最近上海防疫小组张文宏对媒体表示 别为美国人干着急 他们能从容应对 他这句话说的不无几分道理 因为美国这么强的国家如果都无法应对 那还有谁能够应对 接下来还希望美国能够在充分应对自己国家困难的同时 多帮助其他国家 也多帮助一下中国 少一些刁难和指责吧 最后军民再补充一点 我们这期节目的目的不是为了幸灾乐祸 不管是韩国 意大利 伊朗 还是美国 人民都是无辜的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一样珍贵 无论国籍 种族 性别 或是肤色 我们只是希望 当一场灾难来临 无论它发生在哪个国家 一些人可以少一些傲慢与偏见 多一些关爱和理解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第一军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临走之前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支持我们 军妹爱你们哦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